新闻开始来关心到的是 惊险的车祸意外 先来看到的是 宜兰观音隧道金船汽车 撞上了工程车 南澳公路段外包厂商 在隧道失做账民维护工程 不料停在路边的工程车 突然遭到后方的白色轿车撞上 车上有两人受伤 紧急送医救治 另外在高雄一名骑士 骑车勾到了路边货车的帆布 当场重心不稳摔车 连带导致另外一名女骑士也自甩 隧道内工程车刚停火没多久 只见白色轿车及时来碰一声 迎头撞上 撞击瞬间汽车车门直接被撞开 强大力道让工程车往前挪移 进行一幕让旁人不禁捏把冷汗 回到现场车头几乎撞烂 挡风玻璃整片碎裂 车身凹陷惨不忍睹 而驾驶头部受伤 乘上厚重绷带紧急送医 惊险出会意外发生在26号下午2点多 厂商准备在宜兰观音隧道 施作照明维护工程 不要工程车到达定点后 后方一辆白色轿车迎头撞上 造成汽车驾驶头部外伤 而副驾女子则受了轻伤 而惊险车祸同样发生在高雄 一名骑士勾到路旁货车上的 反部重心不稳摔倒 而后方女骑士急杀却意外自摔 瞬间人仰马翻车的物品 洒满地 24号下午4点多 人武区高南公路下着雨 成信货车司机把车子停放路边车阁 用反部覆盖货斗 20岁理性骑士经过摩托车手把勾到 反部酿成一连串意外 现场驾驶经14九车值均为0 这么一摔众人全吓坏 警方到场排除状况 索性没有造成生命危险 只不过货车没有妥善处理 反部恐怕也要理清是否有肇事责任 这里来高雄综合报导